Hello,我是MeBro,吉米哥 你现在收听以及收看的是吉米哥你说的podcast 那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来宾是维克 嗨,大家好,我是维克 好久不见了 对,好久不见了 其实也没有很久不见 是很久没有在我们的影片里面现身了 之前其实聊蛮多关于什么出柜啊 同性恋的主题 就是回想也都还蛮不错的 但是今天这一集我觉得蛮特别的是 为什么会想再跟维克一起来聊 是因为前阵子的我们看到的 这个Coco李文的离世的这个消息呢 其实当然是让大家都很震惊 很难过 对,但是因为刚好这件事情呢 我们在讨论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想到了我们前阵子 其实我们自己私底下 不是因为Coco李文的事件 而是我们本来就有讨论过某一个 我觉得蛮值得提出来可以跟大家 想听听看跟大家交流的一个主题就是 人到底能不能够决定自己的死亡 会不会太沉重了今天这一集 应该是还好吧 我们是不是不能够太过于的 细虐的方式去面对这一集 没错,不然会被言伤 不能乱讲话 对对对,我们没有要乱讲话的意思 但是所以我们想要先 前面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今天这整集我们并没有要去讨论 关于李文的事件 那是因为李文的这个消息呢 而让我们想到了我们的这个灵感 对,所以我们也没有要去鼓励大家 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哦 我们也没有要去评论关于李文的一切种种 所以纯粹都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一个 个人主观的观点 之前我们自己就有讨论过关于 到底人为什么不能决定自己的死亡 这个idea 你是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觉得活得很累吗 没有 没有因为我觉得可以延伸到很多的议题 因为像我本身是支持安乐史的那一派的人 所以也从这边其实就会延伸到这里 因为我觉得像安乐史的出发的意义 其实是好的嘛 那只是当然碍于很多道德上的问题 那我觉得自己决定死亡 其实就是跟这个有点相关 也有相同的概念 像安乐史也有很多种方式 他不一定是可以自己决定死亡 你可能还要透过医生来帮你决定 或等等之类的 而且是要有经过法律的程序是不是 他是有蛮复杂跟严谨的流程 你才可以达到这件事情 然后就让我想到说其实你看 在台湾好了 不仅生病的人他也没办法自己决定死亡 或者是说像这一阵子也蛮多案例的是说 就是长照悲歌嘛 就是照顾了自己的家人 或另一半很久很久之后 但是最后把他杀死 可能把他闷死啊 或等等 我觉得其实就是有点相同概念 这都是很多原因造成说不管是安乐史或是自己决定死亡 甚至是自杀这件事情 提到自杀这两个字好了 我觉得好像全世界的人提到自杀 你就是会直觉联想到他就是一个 No 不可以 不好的 负面的 是有贬义的 然后讲到自杀就代表你就是想不开 你才会去做自杀的这一件行为 而且很多人听到别人 啊 某某某他自杀过世的消息 你都会直觉脱口而出就是 啊 太可惜了 好遗憾 可是为什么会好可惜 我们现在讲的前提是 如果这个人他就是已经觉得人生圆满了 完满了 我想要离开 我想要跟大家say goodbye了 那到底有什么好可惜好遗憾的 他自己都不可惜 自己都不遗憾了 那为什么我们身为旁人 还要去替他做这样子的一个第三者的假想呢 对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蛮超脱的一个主题 今天这集很深哦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把眼光格局放大来看这个主题 我觉得是蛮有意思蛮值得讨论的 就是关于劝活不劝死的这种普世价值 身为人类的普世价值 因为这个其实我有看过一些资料 就是不管是东西方的人觉得自杀这件事情是不好的 是负面的啊 其实就从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他们就传下来 因为宗教的原因 就是不管是东西方的宗教都是 甚至圣经啊 或者是像你看东方会有很多 什么佛教道教啊 伊斯兰教啊 什么很多教很多教 他们其实对死亡都是有一种 地坛 然后是 对没错 他们觉得他从以前到现在 东西方的宗教都是教育着大家 自杀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是不可以做的事情 从以前到现在的这样子的这个过程 被潜移默化 所以我觉得即使到了现在这么科技啊文明这么发达的时候 大家还是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偏不好的 但是我们觉得应该可以让生命有更多的方向的讨论 而不是只单纯追求长生不老 哦没错 我觉得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觉得是个重点 就是人人们都会觉得我就是要长生不老 我要越活 我要活到一百岁 就是一种终极目标的感觉 但是 一百岁好像很容易达成 现在感觉是不难了 可是 可是 就是在你知道夹巴黎啊什么 你知道就是 就会有这样的古 古礼语 艳语什么的 好啦 这这好 我们现在回到 回到主题 呃 有鉴于呢 我们既然是要聊关于自杀的这个主题 那我觉得还是要带出一些有科学根据的说法 来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所以我帮大家科普了一下一些资料 就是根据统计 全世界哦 我们现在不是只在讲台湾 全世界每年大概有80万人 呃 死于自杀 然后其中呢 有大概高达90%的人的自杀的身亡者 他们是有精神疾病的 我们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精神疾病 然后 这90%自杀过世的人里面呢 又有60%的人呢 他们在自杀成功的那个当下 是正处于一个忧郁状态 也就是他的可能精神病发作 或是最严重的时刻 好 那最常见的几种自杀的精神疾病 像是重度忧郁症 我们强调的是重度忧郁症 还有躁郁症 或者是这个所谓思觉失调 那产生自杀的这个意念的成因其实有很多种啦 最常见的有四种 我也是帮大家做了这个功课 第一种就是你自己本身或是你身边的人患有这个严重的忧郁症或是精神疾病 第二个是你本身有很严重的身体的疾病 比如说你可能住院很久了 或者是你一个不治之症或是所谓的癌症啊等等 然后再来就是你酒精或是药物的成因或滥用 这个也蛮常见的 再来就是疾病以外的可能你失业啊退休了之后 或是你的家庭功能 你的跟社会的关系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举几个例子 如果你是一位同性恋者的话 你可能鼓起勇气出轨 然后结果失败闹家庭革命 然后被爸妈打断你的四肢 那你是不是就可能会发疯 举太严重的例子 再来就是短期很突发爆发性的压力事件 就是说突然你爱的人离开了 生离死别 再来就是你的射精地位呢 可能突然遇到了重大打击 比如说你是个什么总经理 突然被fire掉 或是突然一个丑闻爆发 这都是有可能各式各样 所以总结来说来自于精神 就是mental的影响 而导致自杀其实是全世界最大众的原因 这个是有统计有科学根据的 讲这个之前应该要先讲到刚刚那个 就是还是要先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是 人可不可以自己决定生命的长度 或者是说可不可以自己决定死亡 这个前提之下是 必须你是在身心灵的状况之下 都是很完整的 像刚刚说的那些 有这些上述的状况啊 然后你有这样的念头 你就是要去求助专业的人 求助医生去帮助你 因为你当下的决定可能不一定是最好最好的 但是我们想要讨论的是比较更远的 如果是大家的身心状态都很好的状态之下 到底可不可以决定自己的生命长度 对我们要再次强调的就是 有点像是觉得说 为什么我不能想死就死 但是这个前提是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们其实是 并不想要死的 但是他因为疾病 因为刚刚上述的那些状况 而怎么讲 那个连接就短路了 或者是他走偏了 那其实他的本意并没有想死的 但我们今天等一下想跟大家聊聊的是 如果你都没有这些问题的话 你就是身心灵很健康 或者是你一些都很happy 可是你还是想死 那可能又是一个蛮极端的某一种状态了 对 那再来就是 是不是所有的 所有想要自杀的人 他们真的都是不想活了 他们就是想要结束生命 但好像也不然哦 其实这个不一定 因为这个其实牵扯到蛮多 像我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像吸毒者好了 他们想要去做 他们在做戒引治疗的时候 我之前就有听过一些案例 他们可能在做戒引的当中 很痛苦很艰难 那他们会选择去割碗 或拿湄公刀割自己 化开自己的皮肤 像戒引的人他会这样做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因为他觉得戒引太痛苦了 那个毒瘾发作的时候 痛苦到真的是不行 他歌手的这个动作啊 只是转移他的注意力 歌手这个动作其实 比他毒瘾发作还要更不痛 所以他这样是想要自杀吗 其实他没有要自杀 他只是因为他想要转移注意力 所以是不是所有自杀的人都想要自杀 或有这些行为的人是不是想要自杀 其实不一定 那还有就是一个 像我虽然刚刚前面说 全世界每年有80万人死于自杀 然后其中又有高达90%的比例 是有精神疾病 那所以就代表说 有精神疾病的人 他们就会有自杀的倾向吗 或者是说 所有想自杀的人 他们一定都是有病吗 那其实这个也不然哦 对啊这也一定是 这也是没有一定的 就是不能画上等号的 对因为有精神疾病的人 不一定会想要自杀 因为他有可能自材 自材不一定自杀 对或者是自材的程度 不一定会达到自杀的程度 或者是有些精神疾病的人 他可能是透过其他方式 可能拔头发啊 或咬东西啊等等 或者是有精神疾病的人 不一定会去自杀 或是去伤害别人 对对对 那想自杀的人会不会一定都是有病 也绝对绝对不是 我举两个例子 可以刚好我们跟今天的主题 就是有点相关的 因为大家都觉得自杀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嘛 自己决定生命长度是不好的 可是有两种很例外 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 像大家都知道抽烟喝酒 吃槟榔 是不好的行为 可是他们是不是就是一种慢性自杀 对 因为他们就是很不好 如果他们不戒 他们抽了20年30年40年50年 那他们其实就是在慢性自杀啊 那为什么大家不会觉得 哎他们在自杀 他们只是觉得他们做这些行为 对健康不好而已 但是他们其实就是慢性自杀 让自己的身体的器官啊等等的变不好 但是他还活着 可是让他觉得他还活着 他就是活着 他不是自杀 对 所以这蛮有趣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像举一个例子 如果今天有一架直升机 或有一架飞机 他的机械有故障了 他可能快要坠机了 他可能刚好 我们就以台北来说好了 他落在台北很严重的区域 机长他现在那个 就一个念头 他觉得我落在这边 虽然我可以逃生 可是飞机掉下去了 那上哪可能会波及到很多民宅 那他决定他不逃生 他要把飞机可能开往海边 或开往山边 然后去撞下去 让他自己就壮烈牺牲了 那这样子大家也不会觉得 他是在自杀 因为大家会觉得他是英雄 他很棒 他救了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可是他这个 这样子的行为 他是不是自杀 他其实也是自杀 只是他的自杀的目的不一样 但是大家就觉得 就是很英雄这样子 对 大家不会觉得他这个行为是自杀 所以 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地方 对耶 对 这个是一般大家不会想到的 往海里冲你 就是死路一条啊 对对对 可是大家会觉得你壮烈牺牲 你是为国捐躯 这样子之类的 或是你拯救了 那些平地们的人 要不然你 你会砸在一个闹区 哇那更可怕 就是死更多人的时候 或者是说他这一个人他因此而真的跳伞成功而逃离了 那反而他有可能会背负着骂名说 为什么你 你跳伞的你狗活了 可是大家市区的人死了这么多人 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其实 大家对自杀或对于 自己决定生命这件事情呢 标准其实蛮不一的啦 嗯 我觉得相对来说他蛮 蛮严苛吗 还是蛮磕 欸不是磕呢 你说大家都会太太狭隘去看吗 我觉得他那标准很很怎样啊 想不到词汇 大家帮我们想 对啦我觉得有点狭隘 我觉得狭隘不是那么好表达我的词 可是我觉得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 他大家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对只接收到自己想接收到的资讯 然后用自己的资讯 知识量或自己的想法来评判这些事情这样子 没错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 好既然我们大家都了解自杀的 有各种千百种可能 不是都是只有你们想的这样子 那某一种可能就是呢 好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常常会对那些想自杀的人说 你不要这样子啊你不要想不开啊你不要做想不开的事情 我们总是说你不要想不开 可是想不开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你不要想不开 可是如果今天你这一位当事者 你就是已经想开了呢 你就是因为想开了你才想要去做这个决定 然后你可能觉得I'm ready 我准备好了 我要做的这件事情是我已经沉淀过思考过 然后计划过我决定要去做我不后悔的事情 那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叫我不要想不开 为什么没有人尊重我的决定 对但是大前提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没有生病 生理上心灵上都没有生病 但是这个几率感觉这种人又更少了 是真的很健健康康的人 可是他就觉得我不需要活到那么久 我想要在此刻结束生命 那why not 这个是我们想提出的大灾问 好讨厌哦大灾问真的好讨厌 大灾问暴露年纪的一个词 不是因为这个大灾问就是很像我 什么啦 某个求学过程某个求学阶段的老师 老师回答的问题好了 谢谢好 没有其实像这个方向就像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想法 就是像很多运动员啊或球星啊 他们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把生命看得太重了 还是我们把生命看太轻才讲出这番话 不是不是我觉得我们没有看清生命 我不想要用讲得很玄或者是很宗教 可是我真的觉得某种程度你用一点宗教视角来看 其实生命不就是轻如红帽的一件事情 把生命试图看轻一点 但是我不代表说你不尊重生命或者是你要去死或什么 就是我们把生命当做它就是日常 生命它就是很日常的事情 其实我很想要举一个 我没有要帮这个人宣传 但是我一直都蛮欣赏某个人的想法 就是钟明轩 虽然大家看到它在镜头前呈现的是 每个人看到的面相会很不一样哦 因为它确实是蛮多种面相的 但是我看到的是它在心灵的 它如何疗愈它自己的这个过程 它透过各种方式 然后我觉得我也有学到东西 对我觉得是这种感觉吧 应该说我在这里我想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像很多运动员 他们可能在人生的巅峰的时候 然后他选择在那个时候退休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很可惜 可是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说 他可能觉得哦 这里就是我达到的目标 我的运动生涯的巅峰了 像甚至可能是说 举例网球好了 可能某个球星 他觉得我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了 我也拿到大马冠的冠军了 我职业生涯还要什么 在球员的生涯我已经达到我最终的目标了 那我接下来可能去结婚生小孩 甚至就离开了这个球坛 对他来说是不可惜的 可是当然很多人可能球迷们 就会觉得说 哇你这么好大好的前途 你应该继续啊 你现在的球技这么好 你现在的体能状态这么好 你应该要持续下去 再拿很多很多个冠军或延长你的世界排名第一啊等等 但我觉得这个概念就很像神明这件事情 很多外在的人就很像球迷觉得 有一个人去自杀了很多人就像球迷一样 觉得为什么这个球迷要退休 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人要去自杀 其实我觉得有点类似的 可是假设就像刚刚前提说的 如果这个人他身心灵状态都是好的 他也思考过他的生命是什么了 那他在这个时候决定结束 可能30岁40岁50岁 anyway反正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性 他决定好他自己的生命 应该就到此结束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不要去加注我们自己的观念跟想法 在他身上 我觉得如果今天的社会的氛围 对于生命这件事情 或对自杀这件事情的进步跟开放程度 已经到达那个时候了 我觉得我们要做得到的就是去尊重他 因为生命这件事情啊 就是大家觉得自杀不好 是因为我们把生命这件事情 看得太不一般了 就是生命就是我们不能失去的东西 如果我们失去了生命 当然就是很现实面来说 我们就是失去了所有 这是一定的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觉得 我就是已经拥有了所有了 我生命好像也没有什么好 就是遗憾的 那他觉得决定在那个时候结束 就是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对 就是当事者他自己认知中的圆满 完满 他觉得达到了 那其实我们反而就OK Let it go或是祝福你 祝福祝福不是Let it go Let it go 祝福 就是我们保持着中立的角度 没错没错 我们去轻轻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就好了 轻轻 轻轻的 我们不用很过度的加注自己的想法 没错没错没错 我们不要老是都用自己的想法去看待别人 每个人是每个人 每个人的想法 他的想法一定跟你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课题会不一样 其实你刚刚讲的我突然有想到一个词啦 就是刚好想到就是像西方我们常面对这种就有人离去 他们都会讲RIP RIP的意思就是rest in peace 在peace就是在和平中休息吧 我自己觉得就是在西方的这个这句成语还是礼语 我真的觉得很是很好的 我觉得他很中立耶 就是说今天不管一个人他是车祸过世 生病过世 癌症过世或他自杀 我们都会对这位逝者说RIP 就是你就peace的睡去吧 那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人就是 他就是我们刚刚叙述中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想要很想清楚的理性的自杀了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些前提 他可能也是要想得很清楚的 在他决定做这件事情之前 举几个例子 譬如说人在过世之后一定会有很多的 动产与不动产的东西 这太现实了嘛 你的财产你的钱你的存款 你的车子你的房子或你的保险 你真的已经理性的理性到你觉得你 你要离开之前 那这些东西你势必也是要想办法 就是把它都做好一个妥当的处理 对那在世的人他们可能也会因为你的理性自杀 而有一些负担的发生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缓缓想口对不对 蛮复杂的 就是你真的能不能就是我缩手就走这样子 你真的就像一阵烟这样子走了之后 然后就没别人的事了嘛 好像也不太可能 是一定的 一定就是最简单的 就是你只要有血缘关系的人在的时候 你就会有后续的麻烦 除非今天是你没有结婚生小孩 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什么都死掉了 亲人都不在了 那你可能剩下的亲人 可能就是一些远房亲戚等等 你可能世界上就剩你自己一个人 你才有可能真的你的身心灵状态达到这个状态的时候 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是最不复杂的 不然其实你不管怎样 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是复杂的 对而且其实你没有办法预知 就是在你离去之后 留在市面上跟你有关联的 或是等等的人 他们一定会有情绪的反应 也许有些人他们会不解 或他们甚至觉得内疚 或是觉得很自责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一种情绪反应 他们可能终究这些情绪反应都还会是无解的 因为他们会得不到他们要的答案或解释都有可能 所以这真的是很难 就是我们没有要鼓励任何事情 我们就只是提出一个想法 我们有这个idea 你看我们延伸出了这么多 这么多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这些年很多人说要做自己 就是做自己这件事情有很多很多的面向 不管是你在家庭中做自己的 或者是说随便举例 同志在家庭中出柜了 是在家庭中做自己的 这也是一种做自己 或者是今天我30岁了 我对朋友有一种筛选朋友一个新的标准 新的定义 找寻适合自己的朋友 那这也是一种做自己 那有些人做自己是不是就觉得说 生命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做决定 如果生命不可以自己做决定 还算是做自己吗 自己的生命都自己都不可以决定的 需要靠外界决定 或者是说要靠疾病帮你决定 时间自然的流去来帮你决定你的生命 那这样还是做自己吗 其实我们更想要讨论的是这个 那觉得说 如果今天有人想要决定自己的生命的长度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子的心态去接受这件事情 或看待这件事情 多一点理解跟尊重啦 你的理解各种可能性都是会存在的 我觉得自杀这件事情啊 或自己决定生命长度这件事情 在现在的社会的文化氛围 甚至在法律上面都是不被允许的 很复杂很复杂的啦 我们就是用更多的角度去理解它 会更好这样子 也想听听看大家的想法 因为我们是讲了我们的想法 说不定有人你有属于你的观点 我觉得我们也都蛮想知道的 那如果有人觉得 我想要随着生命的老去 随着生命的逝去 随着时间的逝去 让生命的慢慢慢慢老去 那这个也是一种做自己 一定是 没错没错 这个都是可以的 就是每个人对生命的在意程度 或者是他的位置重要性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 就是有人想要随着生命 慢慢的慢慢的过去 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 让生命慢慢的流逝 我觉得这也很好 没有不可以 对对对对 所以再次强调好 我们并没有在鼓励任何的事情哦 很怕有些人觉得 我们在鼓吹什么东西 或者是去扭曲什么 完全没有 我们就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 讨论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容易理解 跟这么简单 所以是跟大家讨论讨论 没错 这个是绝对是 这个世纪都不会有一个 全世界的人有共识的答案的 是很难达到的 但是我们可以讨论 对 我们可以去思辨这一个议题 好啦 那今天的Podcast 就是在如此沉重的状态之下 就是跟大家分享完啦 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的话呢 也都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或是在串流平台下面 在Spotify下面也可以留言 对 那想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的话 都很欢迎哦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 吉敏哥你说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咱俩 咱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